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月22日 星期日 今天是大年初一 正式跟大家拜年 恭喜大家 身體健康 多點發財 賣馬賣波的就波馬亨通 炒股票的就不要輸那麼多 香港股票很難捉你贏錢的 所以 捉你不要輸 還有 如果有樓賣的話 祝你盡快可以買一層樓 希望大家也可以團團圓圓 現在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到 我們這一節想跟大家說說 在旺角差館門口發生了一宗 警方執勤響朵事件 我們看到 網上流傳一段影片 有一群人 在旺角差館門外 爆發口角 之後大打出手 其中一個黑衣男子 不夠人打 被人圍毆 在圍毆之下 即時 大聲響打 上海仔的人 結果 震懾了對方 那些人知道打錯人 襲警 應該不是那麼想的 當初一聽到上海仔話 被震懾了 結果 那些人就害怕了 逃去無蹤 我們 想跟大家說說這一宗新聞 這個是大年30的曆日 其實就是昨晚 當然我們有時差關係 我們看到的時候 已經是開工了 所以 昨天沒有做到 今天就補回了 初一 其實 初一流流說的新聞不是太好的 不過 關於警方的執法行動 我們沒有理由不說 我們 經常報導姓和同事 這次 將他們這個姓和的 前任領導人 前任總書記 說出來 說了總書記的名字 當然 那三個男子對他很尊敬 聽到是在上海仔 馬上就不打了 馬上就走了 我們 說回那段新聞 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網上片段可見 三男三女 總共有三個女人 和黑色男子 在旺角警署車陣外面的通賽街 近運動長度交界 爆發衝突 片段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看到黑色外套的男子 被幾個人壓在地上 三個女子站在遠邊監視情況 只剩下三個男人去毆打這個男人 雙方拳挨腳架 有人打到鞋都掉了 黑色外套男子 多次被打倒和壓在地上 對方拳遇雨下 他只能夠抱頭喊打 雙拳難敵六手 黑色外套男子 一隻鞋都掉了 他仍然 他仍然繼續追打其中一個金毛 他仍然是勇者 但是最終也是 沒有辦法 被對方摔倒 眼鏡也飛脫 參與為偶的三個男人騎口扯戰扯退 又質問 是不是中你啊 你是不是玩東西啊 是不是想繼續打 黑色外套的男人 想拿回彩 大聲叫 上海仔的人啊 香港政府的友好團體 香港政府的友好團體 和聲和 前任的總書記 他叫上海仔 這個就是上海仔的綽號 上海仔的名字叫郭永雄 其實他是福建人來的 原來是鄉里來的 扮上海仔 他壓制對方的氣焰 其後雙方持續賣戰 上海仔大了 我們也是啦 或者他會說其他的 其他的 現任總書記 前任總書記 被人 扔了出街了 知道嗎 最終這件事 三個男人就向通賽街 往界限街方向逃去 衝突也告落磨 這件事 奇在奇在 旺角警局門口打 一路嘔打 一路追打到運動場 運動場表大家都知道很多酒吧 那麼 餐廳做不住的是做酒吧 因為生意不好 很多警察 都知道這不是那麼好的地方 所以生意一向都不是太好的 好 why 為甚麼他們敢在警察的 視線範圍 在警察門口吐打呢 還要響賭 實際上 我們早就跟大家說 這些 是見怪不怪的 對於他們 響出這個和姓和的名號 其實 跟警察說 警察做事 伙計辦事是一樣的 上次大家都知道 有一群人 就在 呈教署 在赤柱監獄門口 想擄走一個女人 也有人去干涉的時候 說伙計辦事 所以大家都明白 香港 有一個香港警察 有些編制內的就是警察 有些叫做呈教署 又有名鎖匙佬 又或者有人叫做柳記 也有些叫做海關 有些叫做消防 他們體制外有甚麼編制呢 另外還有一些編制是體制外的 這些體制 大家有沒有看職業特工隊 職業特工隊 每次Tom Cruise 接到命令的時候 他的上司就吩咐他 這件事跟我們 美國政府無關 跟FBI CIA甚麼機構都無關 也跟我們美國的納稅人無關 甚麼都不關我們事 總之你不存在 有甚麼事你千萬不要 自己撿生自己搞定 就是這樣 我們也要把 這些組織 體制外的組織 跟香港政府的關係十分密切 他們肩負著 毆打香港市民 這些學生 一些民運人士 或者泛民人士 專門去毆打他們 騷擾他們 跟蹤 破壞 類似這樣的行為 這些事情警方不是很方便 做的 就要找一些 體制外的 團體幫忙 這些團體 以和姓和 最為的密切 他們 可以說 跟香港政府是親密的合作 夥伴 上海 前總書記 當然 一直都是 很親密的夥伴 他們跟東方日報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當然現在好像反了面 以往 東方日報的老闆是跟他很好朋友的 兩協插刀那一隻 還幫他搞生日會花幾千萬 你想想多厲害 我們也是在網上新聞看到的 我們這次看看 他們公然 在警署門口爭執 甚至乎打人 很明顯 警察 有人去獻花 去太子站獻花 第一時間衝出來 又打人 又噴胡椒噴霧 這些人在打了那麼久 還在打了那麼久 也沒有警察出來干涉 大家其實應該明白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發生了甚麼事 自己人怎麼干涉 自己人怎麼干涉 又不可以拘捕 所以 是由得他們 反正你又不會打得很嚴重 拳頭膠 所以 警察也是當是沒事的 當是醉酒鬧事 大連三十 有甚麼在 搞得要講手講腳 要打架 不外乎 不可能是走過 看一看一看女兒 疼甚麼呀 然後他就問他 甚麼時候疼你的女兒 在這裏打起來 通常有女兒在這裏 這些情況是有很多的 又或是他真的是療的女兒 那些人就 打他 他就覺得我是姓火同事 你們敢打我 可能打他的人也是同事 所以 他是沒有甚麼 沒有甚麼收手的跡象 即使他響了朵之後 響了這位前總書記 上海仔的名字之後 都沒有 停手 都是繼續罵戰的 最終都是想一下說數 大家都是自己人 一場誤會 通常 都是因為這樣才會最後刪去 因為他們 那個男人 其實應該挺好打 三個剛剛好 抽得贏 是不是好像 三角演藝裏面的三鷹戰 車輪戰才跟他打平手 所以這個男人 也是知道可能體力差不多了 再追上去 再追打的時候 未必有 這個優勢 所以 也是選擇撤退 那三個人打完他 拿了個彩 算了啦 再打下去 我們未必一定會贏 即使打贏了也可能傷了 算了 這件事應該是 我們用這個方式解讀差不多了 不過呢 最重要也是 警察 因為也是自己有啦 家醜就不出外傳 沒有理由拘捕警署的 一隻眼開一隻眼閉 在運動場上 其實 以後可能大家也很方便 下去講一下數 反正警察也會照著你的 這次時間我們先說到那麼多 希望大家可以多點留言 多點發表 如果你認識這個 裡面的這幾位主角 你也可以留言 說一下真相 說不是這樣的 我有真相爆 你儘管 把真相寫出來也行 我們誠意邀請 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我們的Patreon 多點幫我們留言 把推送錄 推送出去 多點按個小鈴鐺 你按了小鈴鐺 所有影片都會通知你的 大家不妨試一試 這次時間先說到那麼多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 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而已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如果你住滿一個月 就可以收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裡住 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內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害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 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現在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